第二百三十五章,去公司,成金走了,李金海去看那两个做死的傻子了,去招惹谁不好,偏偏去招惹韩谦和燕青青,挑什么手不好,挑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投机不成十八米,幸好燕青青很大方地掏了医药费,不然啊,这也是个麻烦。 下了楼的韩谦问燕青青去哪里,她可以开车,话音刚落,突销,开始呵斥冠军标,还不过去开车。 去哪里?坐在后座算是半躺在韩谦怀里的燕青青,兴致勃勃地说去她的公寓,看着娘们的精神劲,韩谦是真不敢去,与此同时韩谦也挺佩服成锦和李金海封锁消息的速度。 现在温暖和丈母娘那边还不知道消息呢?燕青青的家肯定不能去,自己的家也不想去,只要燕青青跟着,结果都是一样的, 但是,韩谦脑海里出现了一道身影,在燕青青的注视下,脑抽地问道, 季大妈在哪儿住啊?可能是因为受伤了,可能是心里有点委屈, 韩谦脑海里出现的身影就是寂静,随后抬起手给了自己一耳光,这他妈不是渣男吗? 最后,韩谦下了决定,去公司。 燕青青的眼神变得愤怒,坐起身子不再理会韩谦,一直开车的关大狗,一句话没说。 到了公司,燕青青叫醒了职业班的保安,告诉他们把灯都打开, 燕青青的办公室后面有个休息室可以休息,韩谦进去过一次,到了办公室时候已经快要天亮了, 燕青青去更衣室换衣服,眼前坐在了沙发上,他想躺下,后脑勺有伤口,想趴着, 趴着胳膊肩膀都不舒服。 现在,韩谦最想要一个吊床,坐在沙发上,想着陈锦到底会不会答应他这个蛮横的要求, 答应之后该怎么去分配,不答应的话又该怎么办,越想脑袋越疼,坐着屁股也疼。 一天下来没干别的,光挨揍了,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就没停过。 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? 长叹了一口气抬起头,发现屠肖就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, 韩谦皱眉以惑道。 我是没地方睡,你咋地? 不睡了。 屠肖露出一抹羞涩的笑容,这让韩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, 随后屠肖扭扭捏捏的小声试探道。 孩子他救啊,我屠肖这辈子没做什么好事, 还让屠坤这可怜孩子早早的就没了母亲, 到结果我还没给他攒下多少的架杖, 我这个爹做的有愧啊,屠坤能有你这个舅舅, 也算是我屠家祖坟冒清烟了。 冒烟那是着火了,得打119。 孩子他救啊,这不就是祖坟着火了吗? 然后来了你这个水德星君救火。 屠老大,你和我玩西游记呢? 一家人,你有话就说。 屠肖抬起头,嘿嘿笑道, 你看东城那边,就知道是这件事情, 寒谦对屠肖笑了笑。 这个事情你就别赶着掺和料了, 不是兄弟不给你, 是你现在插手房地产开发还有些困难, 先坐着建筑商人吧, 累积一点经验和名声再去考虑。 屠肖微微有些失望, 仔细想想也好像不太适合, 衙门口的人看他都不顺眼, 寒谦担心屠肖会多心,继续道。 而且,这件事情衙门口那边还没答应, 如果失败了, 我极有可能会和城锦他们闹僵, 最后到无法收场的地步, 等这件事情确定下来, 到时候再看, 要不不怕亏本, 可以先拿两栋楼试试水。 屠肖笑了, 咧嘴对着韩谦笑道, 终究还是一家人靠谱。 韩谦笑着摇了摇头, 不是一家人, 你也不会单枪匹马地冲进去救我, 人与人之间相处是相互的, 你对我用心, 我亏待了你那是我寒谦不是人, 也忙活了一个晚上了, 早点回去休息吧,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, 徒老大, 你借我几个靠谱点的小弟。 温暖那边, 我不担心, 市里还没人敢动他, 但是, 但是西公娘娘和两个小答应, 不安全是吧, 韩兄。 我已经让手下兄弟们去暗中看着了, 都是跟了主子小十年的兄弟。 冠军标站在门口直接开口, 这回正好燕青青换了衣服出来, 疑惑地问西公娘娘是谁, 东宫又是谁, 温巨英。 这个话题让官大狗满血复活了, 兴致勃勃地就要给燕青青摆扯摆扯, 可没说几句后, 就被图销捏着厚薄梗子给带走了, 办公室里剩下了韩谦和燕青青, 当后者的目光投来时, 韩谦当机立断地开口怒道, 你别像个痴女似的, 我现在全身都是伤, 我现在是躺着不能躺着, 坐着不能坐着, 我在想是不是给魏天成打一个电话, 先怪罪他一顿。 燕青青坐在老板椅, 双脚搭在桌上轻声道, 这电话打了没什么用, 万一魏天成想对你出手还有栽赃的对象了, 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, 去里面睡觉。 韩谦摇了摇头, 叹气道, 应该不能, 等机大妈来了, 我想让她送我去城锦那边, 我现在很想给冯伦打一个电话, 这样衙门口才有威胁感, 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联系, 我还不想牺牲了罗善德。 燕青青耸了耸肩, 淡淡道, 下午再说吧, 你先去睡会, 放心吧, 我肯定不会进去的。 算了, 我这回心情比较烦躁, 睡也睡不好, 我先回综合部了, 倒是你先去睡会吧, 公司的事情太多, 这会被大意让高旅行抓到了把柄, 话落韩谦不再理会燕青青, 起身离开了办公室, 回到综合部, 趴在桌子上补觉。 早上九点, 职员们先后都来上班了, 当刘九龙第一个走进综合部看到, 正在用电脑查资料的韩谦石愣住了,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, 走上前一货道。 奇了怪了,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 韩谦转过头, 黑黑一笑, 然后对刘九龙伸出手, 后者无奈地在身后拿出一个煎饼果子递给韩谦, 看着这家伙的黑眼圈离九龙皱眉道。 你小心别猝死了, 工作重要, 命也重要, 一辈子也为了钱活着, 一辈子不长, 世界也很大, 会遇到很多人, 多看看沿途的风景才是人生。 韩谦咧嘴傻笑道, 这不年轻吗? 刘九龙叹了口气, 老了就来不及了。 本章结束, 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 请给我个关注, 点赞, 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,